福安王爷祭百年新乡路举行起乡大典 为三天两夜徒步庆典活动拉开序幕 贾医师长黄敏惠担任主技官 并奉请福安馆开机五辅三王上神教 协同福安馆团队人员以及民意代表共同参与 民放三享礼炮之后开始沿途寻境 我是嘉宜台天寺副保安馆主任委员协君共 我们新传百年的新乡路 是起源于我们家庆二十五年 我们理副大王青春主流生 一直延熟到今 也由我们五十三王 特别来支持到南君寺台电副理副大王 来延熟这条新乡路 所以在这几年我们延熟在这历熟基盘就有六年了 今年是第一年了 也希望说这条线路可以来结合 我们嘉宜所有的共寺廟 由共团队宿令共同大家可以共同来参与 对李富同说以及跟我们五五三王 可以一同前往南廟来赌博 来开创我们新的一条香楼 这是我第五年参加嘉义福安馆的百年新乡路的活动 然后我觉得它真的蛮有意义的 欢迎很多年轻人南长风 代天巡抚福安馆借由这次庆典活动 将推广王爷宗教信仰 进化人心 让参与的信众 能在徒步过程当中 得到心灵的修持 同时也为台湾人民来祈福 以上新闻由正深记者李芷妍采访报导